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学习的主题是如何快速做决定 为什么要快速做决定呢 因为犹豫不决可能导致我们错失机会 消耗我们的人生 有些事情需要三思而后行 可有些事情需要我们快速做决定 为什么不能快速做决定呢 如何快速做决定呢 第一 首先要知道我们想要什么 第二 不能让害怕掌控我们 第三 快速做决定不等于不去思想思考 快速做决定 表示我们要快速的思考 我到底要什么 我需要什么 我会失去什么 我会得到什么 这里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 拿一个沙漏三分钟的沙漏 给我们自己一点压力 在一张白纸上写出八到十个选项 做出最优的选择 一开始可能不太纯熟 随着次数练习的增加 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纯熟 然后我们做出 一个快速的决定 而且不留下任何的后遗症 希望 您能够如此 最后提醒大家 有些事情需要三思而后行 而有些事情 需要快速做决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